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学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 然而现实却是把学历改低 反倒容易找工作了 最近一位刚毕业不久的00后大学生 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他7月初就开始找工作了 投递的几百份简历那是时辰大海 一气之下 这位大学生把简历里的最高学历 改成了高中 没想到第二天打开招聘软件 竟有数十条人事部门打招呼信息 这事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有网友说自己用高中学历 已经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 一个是酒店前台 一个是推广 在这个大家都谈学历内卷的时代 改低学历的做法有些匪夷所思 但是收效好像还不错 其实这个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 2022年底就有一个叫 轻体力活探索联盟 一年不到 小组人数已经接近6万人了 这些厌倦了白领生活的年轻人 想靠着体力找一份工作谋生 远离格子间 这里有985文科女硕士 进入新东方学习烹饪 过上了每天早睡早起 颠少炒菜的规律生活 还有31岁985硕士 选择从大厂裸瓷去花店上班 每天学习插花 打花束 清扫花店接待客人 拖下孔一几的长山 年轻人开始选择体力活 他们觉得赚的少了 但是购物欲也降低了 会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他们说不想要拼死努力 跟同一人卷个没完没了了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好事的话 不一定非要拿满分 能拿个60分也不错 可能有人要问 说为什么改低学历 就更加容易找到工作 据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 本科生的处境是最为尴尬的 对学历门槛要求高的岗位 本科生往往不如硕士博士生吃香 但实际操作要求高的岗位 本科生又没有大专生来的技能对口 我们应聘失败的时候 会常常听到与岗位要求不匹配 人事部门不愿意招聘资历过高的人 通常是担心这些人可能会对公司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说薪资压力 稳定性不足 文化不匹配等等 当然了 找学历更低的不是首选 明智的公司会根据员工各个不同的表现 综合能力的水平 把每个人安排在相对来说合适的岗位上 学历过高或过低可能都不行 合适才是硬道理 所以无论就业市场怎么样去评判 求职者个人保持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拥有强大的自虚力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友情提醒一句 说虽然降低学历可能会帮助求职者 获得一些职位的机会 但是在伪造学历 或者是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涉及到道德和法律的问题 凡事还是要诚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